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在react里面主流的开发方式是怎么样的呢 咱们会使用es6的来编写react的一个代码 然后react它不那么简单 它还要结合react.ly.dox.react.loat才能打造一个完善的真正完善的一个框架 然后我们用到npmnpm是什么呢 大家应该对node有点了解 node里面提供的npm 我们用这个呢来做开发包的管理以及环境的配置 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npm但你不懂也没关系 因为我们用到指令是有限的 大家要跟着我做就好 然后react在我们写完之后 下一步呢会经过一个叫barbell的东西去编译它 编译什么呢 将react就是react写的也不全是javascript 虽然它是最纯的 它相当于vue 按照来说它是最纯的js的一些东西 但是呢为了让大家写起来更舒服 barbell将react转译为javascript 最后呢我们调试 对吧就这么一个过程 然后呢下一步大家安装完node之后 应该去看这个nodejs构建官方的开发环境 以及调试环境 首先怎么办呢 咱们打开一个终端 对吧 然后呢输入刚才我给大家看的那么几条指令 那么几条指令呢就会去完善的构建这么一个开发的一个工具了 当然我们在这里啊 可以用这个vscode提供的一个这个命令行界面 感觉这里呢会更好一点 首先第一步我们调用cnpm install create react app杠拒 执行这条指令 注意啊一般来说在编程界来说dollar开头这个符号是可以忽略的 这个符号表示在命令行里运行 然后呢cnpm安装create react app杠拒 那如果啊你之前没有任何的没有任何的node基础的话 不要用这个c ok 不要用这个c就npm install create react app杠拒 注意空格啊 那咱们来试一下npm install create react app杠拒 注意啊最好呢是在这个vscode里面运行 原因呢就是因为后面呢还要用这个指令来创建一个开发环境 那么路径是个很大的问题 那在这里呢如果是这个mac系统可能会遇到这个问题啊 mac系统可能会遇到说-3assess没有权限的这个问题 那么mac系统如果遇到这个问题呢 那么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 sudo对吧 注意是mac系统了 npm install create react app杠拒 对吧 然后呢输入你的那个登录的一个密码 重新等待安装 好了成功安装完之后啊 成功安装完之后看就去看下面这一段 对吧 这是安装完的 他会告诉你加create react app1.52 他告诉你安装成功了 那么接下来干嘛呢 注意一定要在vscode里面create react 现在你的电脑有了一条新的指令 create react app 后面是个app的名字 比如说咱们叫demo1 ok咱们运行 然后我们会看到打开这个侧面 这里会发现他在构建一个文件夹 叫demo1的文件夹 对吧 他会自动的去创建这个开发工具 这时候呢 咱们只需要等待就可以了 在漫长的等待之后啊 那咱们会发现在这里呢 就成功的去创建好了这个demo1这个目录在这 sys 然后接下来怎么去运行呢 首先cd cd什么意思呢 cd表示进入这个目录 那为什么进入这个目录呢 因为现在我们的目录在哪呢 我们可以看这边 目录在react这个文件夹里面 但是我们的创建出来的开发环境 在demo1这个文件夹里面 对吧 所以咱们要进入这个文件夹 cddemo1 然后呢 调用yarn start 他这里给了提示 告诉你用什么指令 ok yarn start 他会自动的去换起这个react程序 让你进入这个 看到你的人生中的第一个react app 这时候呢 就能看到react给的一个app了 第一步 恭喜你成功了 你开始去开发react了 下一个就是我们一个 调试插件的安装 调试插件呢 是官方出的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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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用 就是学react必备的一个东西 这个插件叫什么呢 叫react developer tools react开发者工具 你安装这个东西之后呢 可以在chrome里面的 快捷的查看react的组件 看这个界面 会发现它跟普通的htm很像 但是呢 你仔细看就看不太懂 对不对 特别是 这是加了一个react的一个程序 更加不懂了 它可以方便查看states propos context 是react开发必备的一个神器 那咱们呢 要去安装这个东西 方便大家去学习 怎么安装呢 第一步去下载 然后打开这chrome extensions 然后呢 将它拖拽到chrome里面 然后就开始开始使用了 就那么简单 那么去哪下载呢 大家可以在这个网上啊 去搜索一下 但是呢 如果你嫌麻烦 你可以直接打开啊 我的网站 skipper 点fun 上面呢 我放了这个下载链接 点击这个工具包下载 点击 点继续 这时候它就会安装了 下载之后 等待安装 在下载完之后呢 然后我们下一步打开chrome 对啊 在地址里面啊 斜杠杠杠杠 对吧 这样看我们已经是什么 extensions拓展 extensions 然后接下来怎么办呢 把这个crx文件 刚才咱们下载这个 拽到里面来 好 我们将这个拽进来之后 对吧 它会提示你 要添加react developer tools吗 点击添加拓展 然后呢 这里呢 就会贴有个新的小按钮 对不对 有个新的小按钮 这个按钮呢 就是用来换起这个程序的 好 咱们看怎么用啊 回到刚才咱们的 react app里面 就localhost 3000 给你打开那个 然后右键检查 对吧 刷新一下 或者说咱们 可能有时候需要 重新chrome 咱们点一下 可以看到一个 不同的地方 是什么呢 在这里 chrome里面的tag 多了一栏是什么 react看到没 开发工具 装上之后才有 大家应该清楚 然后选择react 它就可以看到 当前这个react 程序的结构是什么 比如说我们看 点app 或者说这个定位功能 就以前我们是不是 用这个来选择html元素 那如果你想选择react元素 可以选择这个 对吧 这个可以选择react元素 它们两者是不一样的 那么你可以在右边 查看这个组件 现在的状态是什么 对啊 有什么属性 有什么状态 这是react开发工具的 一个安装 然后下面呢 是在vscode的 编写jsx代码的 一个优化 我们先看看啊 没有优化什么效果 我们打开 刚才我们安装了 demo1这个程序 然后打开src 里面是我们编辑 主要编辑的文件 打开app.js 然后现在你可以看到 一堆看不懂的东西 对吧 有点懂有点不懂 懂得在什么地方呢 刚才这个class extense 是不是很熟悉 component 是不是很熟悉 render 是不是很熟悉 button是不是很熟悉 但里面蒙了 但里面 现在我们把它当做html看待 纯粹html看待 看不懂的 跳过 现在呢 我们来编辑一下 添加个什么 添加个heu标签 咱们现在想一下 编写html 最好的方式 属于heu tab tab 不能自动补权 非常难受 只能怎么办呢 只能这么写 节奏很慢 那怎么办呢 想实现这个效果的话 我们需要修改两个vscode的一个参数 对吧 一个是html标签补权 一个是jsx补权 怎么去设置呢 vscode里面 选择一个首选项 设置 它还弹出一个东西 然后呢 搜索 第一个设置是这个 invent include languages include language 是不是搜索到了 点左边这个编辑 对吧 复制到设置 然后右边会多了一个东西 然后把这个复制过来就开了 是什么呢 javascript javascript react javascript 对吧 然后呢 下面写javascript react javascript react 对吧 这是第一个优化 第二个优化是什么呢 看他也说 在默认不支持invent的语言中 启用这个缩写功能 下一个什么呢 下面一个是triggerexpansionontab triggerexpansionontab 对吧 改为处就可以了 保存并重视 改为处 签加这两个设置 优化一下 咱们看看 现在编写又怎么样 H1 是不是可以自动补权了 舒服H2 自动补权 对吧 添加完之后 咱们看一下 编辑一点简单东西 这是我的第一行 lietter代码 激动 对不对 咱们保存 它会自动编译 自动刷新 咱们只要打在Chrome看 效果就可以了 这是咱们第一行 lietter代码 非常激动 再看一下这里 添加上这个H1标签 经过咱们一个非常非常长的一个铺垫 我们终于进入到了这个lietter开发环境的一个配置了 这是咱们的第一课的内容 第一课内容是如有潜入深 对吧 从这个最简单的一个点赞按钮开始说起 说这个state 以及setstate 以及render 这些这种开发模式 让大家慢慢的接受 然后最终于在demo6里面对它来了一个component 这种类的包装 那么现在你再去看这个app.js的话 其实在这里可以看到一些这种影子在里边 对不对 我们只是把它的流程 开发的模式摸索了一下 下一课解析 解析这些文件 到底是什么文件 以及解析里面的语法 到底是什么东西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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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